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民间对你们房地产商的一个情绪 每一次请房地产商 我们凤凰网那个枪枪论坛里就一片痛骂 连带着恨屋及屋 就骂我呀 为什么请这万恶的房地产商 这也是 我也是冒着风险来的 这变成舍命赔 赔这叫什么 有人之君 对 因为这个 你跟他老婆不是孤奶奶俱乐部的吗 这事咱们另谈 这题外话 就确实是为什么人人都要住房 可是人人都痛恨房地产商 你说怎么回事 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好的 我来的晚了一天 咱们摩头就对着我了 不过今天非得请你来 因为你是当事人 当然你这个当事人是斗败的攻击 6月30号出大事了 说是帝王 北京的帝王破了记录了 40.6个亿 广渠门15号这么一个地块 当时他坐在第二排 那个叫什么中华华星 中华方兴 中华方兴 方兴为爱 中华方兴坐在第三排 但是呢 他说去参加这个投拍这个地块的 他都认识 就一开头 坐你后边这主你不认识 对 你那谈的这个啊 他全都对 怎么讲 记得这样熟悉的是吧 数字价格40.6亿 就有一点小错误 怎么讲 是广渠路15号地 又报道有叫广渠门的 有叫广渠路的 广渠门是在二环边上 广渠路是四环边上 那这两个位置啊 差着好几环了 但是呢 这两个位置上 先后出现了两个地王 很短的是 广渠门就二环的这个 二环边上 十号 十号前一阵 就已经创了一个地王 对 咱们给大家来看看 现在这房地产 什么情况 我还没说了 就开始看 你这对我帮你统计啊 对对对 三个月杀出十个地王 5月21号 就刚才说的 广渠门十号地块 十点二亿 对 6月25号 通州九棵树 17.4亿 6月26号 奥运村 这个乡地块 19.6亿 你再看下边 这时间如此接近 甚至就差一天 6月26号 重庆的这个洪温寺地块 好像是保利 投得的吧 重庆洪温寺 这个北京之外的 我就不关心了 反正是38.1亿 6月30号 就这个广区 应该是广区路了 广区路 他写错了 广区路15号地块 40.6亿 7月7号 大兴 19.20号地块 30.2亿 这就是所谓三个月 闯出十个帝王 而且基本上都是被国企的公司 或者国企大企业的下属 开发公司给 听说你做了一下 这个40.6亿 这个中化方星的这个情报工作 没有做什么情报工作 因为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首先我觉得就是广区路15号地 对我们来说太合适了 因为我们原来在CBD开发 这就是CBD东扩的一部分 离得也很近 所以此前听说潘石屹是势在必得 势在必得 而且紧张到了 我听说是你两次来之前两次把嘴唇都咬破了 因为一块地的得失 可能会让一个房地产公司破产或者新额 这块地的拍卖是下午开始的 中午在这之前我们都反复测算 就是多大面积 多少钱我能够算的过来账 当时我们就是确定下来 极限的价格就是举牌子 别人举的再高一平方米价格 我们不能超过一万四 就是楼面价 楼面价 楼面价 他现在40.6亿的楼面价好像是一万六 一平米 一万六 我说不能超过一万四 不能超过一万四 结果到中午的时候下午三点钟就开始了 中午我们有四个人在一起吃饭 我们公司的决策层的吧 就吃饭 打探来的新情报了 说是现在这几家大家都是国有企业为背景的 下午都要去 说这估计这个价格汇了比较高 我们想这块地对我们来说太太适合了 唯一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四个人决定之后 就是从一千四不是从一万四再往上增加一千块钱 一万五 就临时做了一个决定 临时做了决定 这一千块钱啊 有可能就是生和死啊 就跟刚才这事 因为我做房地产在接近二十年的时间 看到好多房贷公司啊 因为一块土地发展起来了 多少公司是因为一块大土地就就压死了 所以我就很紧张 我记得我们吃的是牛肉草和风 我吃的时候连着两次把我这个口虫咬破了 这是上火的表现 不是是上火表现 着急上火 着急紧张 我就拿了个餐厅纸擦了擦 满腿是血 我说怎么就这样紧张呢 是吧 咱们下午去吧 就咱们定好 就一万五了 一万五去 去以后一看 一共十一家 有十家是以国有企业为背景的 只有你们一家 只有我们一家是民营企业 这民企业陷入国企的十面包围之中 而且去一看 前面的全认识 保利的远洋的中性的华远的 我旁边坐的万科的都很熟悉 都认识 回头一看 就背后的一家不认识 三个人在后面坐着 说是表情严肃 我就给他们打个招呼 说你们好 然后就问一下什么公司的 结果三个人表情很严肃的说 小公司 像地下公司 小公司 小公司 很低调 是什么公司 是吧 他也不跟我搭话 表情非常严肃 我们的同事说 他们是放心的 然后我说你们是香港上市公司 是中华集团下面的 说了一下就坐下来 坐着下来拍卖的时候 我这边坐的是万科 这边坐的是远洋 远洋一个小伙子 举这个牌子 每一次举的话 是一千万一个党 一千万一个党 只要举到他这地方的话 他不 他不是一千万一千万家 一个亿一个亿家 我的天哪 三十个亿举一下 三十一个亿举一下 三十二个亿举一下 举得很猛 把这周围的 举不上都 举傻了是吧 举傻了 有几个公司吧 像华远 万科 好像就没这么敢举 一看这个来势太猛了 是吧 一个亿一个亿的 就举一下就一个亿出去了 这个可不是落着完的 然后周围都举了举 他好像没气了似的 也不举了 他们一边给了外面打电话 一边举 不举了 不举了 我们举了几次 举了几次 也快到我们的极限了 就是确定下来的 就是每平米一万五 一万五 快到极限了 突然在这个时候呢 后面这一家小公司啊 就老举牌子 老举牌子 你谁举的话 他举一次 谁举的话举他一次 对 这天拍卖场就觉得大你一口 反正每天都在大你一口 搞得我们真是压力很大 因为这在之前呢 我是把全公司的人都叫过去了 说这一次咱们就现场决策 这又不是人多是众 你人多呢 这就是最后的都一旦拿下来的话 还有好多签字啊 办的手续 人多的话就了监管卖了 而且这好多媒体记者不肯定要采访吗 是吗 他说咱们为什么要拿到这块地 都准备好了发言稿 对 福稿 福稿都准备好了 结果到了38亿的时候 在后面 很热了 哎呀 我一看这个势头不对了 结果在我这边坐的是保利 也跟他举 我也举 后面的他也举 结果举了最后呢 我说不行 咱们还得举还得举我们旁边统统是说别举了 我的测算表没了是吧 测算表到了头了啊 说是现在举的话对应我们的利润要交多少税和单位价格没了就亏了是吗 就超过每平米一万五你能测算就亏了就亏了没有利润空间了就就就就就就没见赚了是吧 就最后呢 我说是你再举一下 所以39点几个亿的时候他又举了一下 他是万一举一下砸手了 我说你看后面这样猛的 我们能砸手里吗 结果他呢 结果我们的同事战战兢兢的刚举了一下 一秒钟 后面就举了 等于你们就举了以后 我说哎呦 我说怎么这样的 我就回过头来 我说哥们 牛 结果我这个啊 那个镜头来就让人家照相 这个 这是不是在制造一个新的过剩 呃就是一个新的泡沫 嗯 他在同时产业结构没有变化 他那个投不到啊 他这个怀恨在心啊 然后就已经在博客里就此事正式宣布 北京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出现了 从这一家开始就出现了 这个是个人的看法 个人的看法 好像也不止他一个人在说这个 他就是他分析的特别专业 嗯 正正像您说的这个样子 你看现在 你看现在全球是是了金融危机 对 中国的经济 一方面呢 看股票市场也很好 对 房地产市场火爆 其实我们真正在这些线上面 省里面去看 中小型的企业 就是没有话语权 没有发现机会的 他们的状况还很差 是 现在呢 就是政府放了大量的贷款 据说是今年上半年 放出去的贷款能够达到 七万亿人民币 好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 从来没有过的 原来说全年的计划是五万亿 说上半年就放了七万亿 这么多钱是不是很大比例都流入到这些大国企了 对 啊 就是这个真正到这个市场第一线的中小型企业 对 中小型企业你看各数呃就就在这个体量小 各数多 其实对中国经济解决就业机会各方面 他全靠这些中小型企业工程 可是这些这些企业在我接触到的 现在他们的资金状况还非常差 还非常差 而这些大的国有企业 尤其带一个中国自投的国有企业 银行贷款的话 宁可带给他 是吧 你带给一些小的不知名的企业的话 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都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银行要把款放出来 大量的钱都留在国有企业 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 那么这大型国有企业掌握了这么大的资金 40.6个亿 他拿这个地块 他们算一万五再靠上就该亏了 那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本事 咱们先去广告之后再探讨一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6月30号下午 你在那儿举牌举的凸显 你知道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在当时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发生了一件事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人写的博客 他就那天你知道吗 他说他一直住在广区路15号的旁边 那么他预测今年就快要经济回暖 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楼价要上涨 所以他就决定要买房子 就在这个广区路15号的旁边 他看中了一套这个公寓房 二手的嘛 跟对方这个一直在谈价钱 上个月就谈了 大概是两万四带精装修的 但是他想啊还压一压价钱 他就等 等这个人还挺敏感的 他就看见这个广区门10号 创了帝王 又看见这个广区路 他说是什么最先挂出来的一个价钱是26亿 然后这个业界就预测 每平米大概有这个楼面价14000 他就说这也得赶快买 然后到了6月30号 当天他看见有专家预测 就最后这个拍卖的一个价会达到38亿 这下他说我必须马上签 马上签呢 他当天晚上出差7点半的火车票 然后下午就找这个业主 说他不讲价钱了 咱们现在就签最后说是什么诚意感动了业主 但是你知道准备这个合约都到了7点 这个合约才印出来 他是拖着行李箱去的 然后签了合约 签了合约火车还是迟到了 他又买了张别的票 坐在火车上的时候 有人告诉他这个拍卖结束了 这是40.6个亿 然后是每平米1万6 他说在火车这个车厢里 他说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不能自己 会一直高兴 然后他说他预测 我看他预测就是你的预测 他说一定将来我买这房子 也会到每平米3万块 周边地价都跟着要 就说这个地方的产生带动周边的楼下 一下子都会 他们说北京可能进入3万元楼市的这么一个时代 提前进入 提前进入 我甚至有说到5万元的 我听说就是提 原来是3到5年之后 现在说这个日期也要提前 我这个就是一个感叹了 就是说这个地下涨到这种地步 比如说你也是常去纽约什么 我一半住在纽约 这个纽约现在目前经济危机之后 这个地价是大掉啊 就曼哈顿现在就 他们统计数字计的出来 我看这个纽约时报 是第二季度 今年已经成交率 已经下降了50% 就一半 然后地价已经掉了25% 地价是应该掉下来 反而这是比较符合现实 而这种我们现在这边这种地价 反而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要调整的情况下 蒙涨是一个不对的 我反而这是一日千遍的 前一阵不是说房地产都颓了吗 你跟任志强在这做节目 还呼吁国家支持房地产 他还说是国家经济 什么支柱什么的 怎么现在突然间又火了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您在纽约住着 纽约这个房地产市场 是一个市场化特别敏感的行业 经济好了就涨 经济不好了就往下掉 它就跟这个水一样 就是粘性不大 而在中国的房地产就跟这个蜜一样 就跟那个蜜蜜 松油一样是吧 你看起来一滴 说要往下掉 脑掉不下去 像鼻涕吧 松油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 这个钱的钱啊 现在非常多 钱呢真正的没有流到下面去 没有流到中小企业或者失业 中小企业真正真正需要的地方 这就跟天上下雨一样 本来下的雨 应该是渗透到土壤里面去 长树啊 花草啊 装甲 现在这个水啊 在表面流着 表面流着的话 就两个地方是最容易去的 第一个地方是去到股票市场 第二个是去到房地产市场 我也是看到几个观点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有的人这个分析啊 就是像你说的任志强 他说的就是说国企那意思财大气粗 他们衡量什么这个营业额 他们不像民企一样精打细算 这个利润率 所以大手大脚 还有一种分析 就是说你们算一每平米一万五以上 你们就亏了 那他们有什么把握能赚钱呢 所以人家说他们根本用意不在于真的搞什么房地产 这是要拿大笔的资金呢 搞资本 搞资本市场 圈钱上市 是不是立项上市什么的 你怎么分析呢 咱们就是具体一点拿出两个案例来 创下两个帝王 第一个呢 是奥用冲旁边的一块地 叫了水源酒厂这块地 拿这块地的是中电集团下面的公司 拿的 这块地就是广区路15号地 是中华集团下面的公司拿的 这两家大的国有企业 都是有很好的融资背景 他要发债的话 这个利率都是非常低的 比民营企业来说要了低的多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两家企业拿上大量的钱 中电集团还敢去投资一个电子厂吗 沿海开放城市电子厂都倒闭了 是吧 这钱呢 要真正投到这个实体里面是投不下去的 中华集团 说是一个化工集团 再投资一个化工厂 广区路15号地 现在我们叫广区路15号地 原来就是化工厂 原来标准名字就是化工厂 他不可能再建化工厂 你就是说化工石油这些都属于产能过剩的 就是中国基本上都是产能过剩的 再者说呢 我看到体质问题 他们有的人还讲呢 说这个一个城市把这个地价弄得这么高 一方面呢 我看叶潭有一个评论 就是你排挤了其他的一些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 就是说除非他这个资金投到你这个城市 有房地产这样的暴力 否则的话 他怎么进入这个城市 就变成真的就是靠房地产了 确实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要来警惕这个现象 就是中国的经济 从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 从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些中小型企业的 这个失业率在指标并不好 如果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不好 没有一个支撑 只有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风涨 涨成这个样子 这就叫泡沫 对 它是不可能长 它不可能长久的 泡沫就是不可能永远下去的 对 而且它就是肥的更肥 瘦的更瘦 这个肥是一种畸形的肥 你想这么高价的房屋 我们现在说的 你现在刚才说的是房 叫什么地面 楼面价 楼面价 可是你算成那个房屋的 就等于一栋公寓将要达到五万 或者去 就已经接近曼哈顿了 曼哈顿我现在算了算 目前就还没挤干泡沫的时候 也就是七万吧 七万人民币平米算下来 但那这个从收入上 从企业的那个能够支付的 这这这完全是已经不对称的了 所以太夸张了 这个就是我作为这个行业内的人士啊 确实这个时候要了警惕 对 就不能够说是这个火上添油啊 是 再让这种不理性和泡沫 再往下去了发展 那你不是也准备拿出39亿 势在必得的 你啊 你火上浇油 没没浇成 你别人火上浇油 你开始批评 这个在这个市场中 你要拿着了 你是不是还会这么想 在这个市场中还得积极参与 是不是 要不来就来 要不来就来出局了 油条小分 没没 再商言商 再再三人行 就言三人行 所以房地产商的面目 我跟你说 我跟你看一个 我们网友歌颂你们的 我们来看看 好 隔壁楼盘开了伤 红烧套白狼 不仅医院和学校 还都在云南 睡得最脸红带一片 不能我去买他的激发 开发上不用你 跟你没提及 说不买也可以 两话一遍去 房地产地归 这是天家来做剧 玩暴力游戏 潘总这个摆脱了 在商言商 在这是评论家的姿态 但是就说我不太懂 这个关系 北京这个帝王 这一高再高 老百姓是不是 北京这地没法住了 买房子将来 买不可能买得起 就是优惠房和 不是就是那个叫什么 高端房和这普通的房 是不是还是有居住的门槛 还是提高了 早上门槛和了成本 就是你在北京这个城市里面 生活的成本会提高的 哎呦 那个时候还说是什么 就降了吗 现在看来北京 前一阵就讲什么 回暖呢 阳春呢 就是比原来还更高了 比原来从成交量上来说 高的很多 现在我们得到的 一到五月份的数字 就是零八零九年 一到五月份的成交量 是零八年 一到五月份成交量的 一点四倍 超过了最火爆的零七年 零七年了 人们认为是房地产的 风涨呢 泡沫年 实际上零九年的 一到五月份的数字 已经超过零七年了 不是说大家持币观望吗 但是现在都都都都拿钱买房子呢 你观望着他拿着买房子 没有我也没买 就是说都是这些大国企们 在那买呢 是不是这意思 我不知道这逻辑 国有企业呢 还不是抢着购买房子 他主要是现在 在这一种过程中 购买土地 房子的话 也有人也有人会来购买 当然你如果是 他这个房子的价格 远远的超过了 这个市场的水平的话 他最后的结果就是 是谁犯的错误 谁要承受这个 接下来为林博出 走向2010 我们低价炒高的到底是 是政府呢 还是这些开发商 我觉得还是开发商 还是这些 有资金市场的开发商